Hello Hello 各位 今天就繼續跟大家說說佛山的近況 不過這次就不是說這個疫情之下的佛山 是說這個疫情之後的佛山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由上個星期四、下午 泥灣開始解封 到星期五晚上 廣州宣佈自己全市都是低風險地區 再到星期六 佛山宣佈全市恢復堂食 這短短幾天時間 佛山市區 就開始熱鬧起來了 今天就星期二 經過幾天的恢復 今天就帶各位去佛山中心城區的舊區 看看現在是什麼環境 這個區域就是舊區的中心 人其實就很多的 住宅密度都很大 都可以看到 物質質的 還有呢 這裡就是很多的餐廳 好像這條街 很多這些蚊營店 基本上都是早餐的 看到了 很多什麼大朋友小朋友 上班上學之前都在這裡吃早餐 前一段時間 其實沒得堂食 都幾不方便 現在可以堂食 舒服很多 不用帶那些食物 上公司 拿著食物去上班 現在這樣不錯 而且對於家長來說 你不用提早出門去買早餐 回去給小朋友吃 然後吃完 再跟小朋友去上學 這樣可以節省很多功夫 看完這些蚊營店 再去一些比較正規的店 看看那邊是什麼環境 貼著那些恢復堂食 那些通知在外面 還有那些注意事項 看到了 堂食的人數其實都幾多 說一說 雖然說 只可以有50%的區域開放 還有限定那個堂食的人數 但我覺得不會百分之一百去做到 因為 因為祖廟這邊 一直都是比較低風險的 都沒有確診過 還有離了確診那邊 都幾遠下的 加上半個幾月沒有做生意 大家都知道 是會怎樣去操作的了 因為這裡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舊區 很多學校在這裡 特別是小學 看到了 之後就要上學 一堆一堆 入學校一定要測溫的 一個都不能走 測溫基本上 都是用那些 放在手上 一聲就OK 你就進去 很方便 一兩秒就完成了 因為這個疫情都很控制著 所以 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的人 就慢慢多起來了 巴士站這裡 人都多了很多 乘坐巴士也是 月康碼 測溫 這些標準動作 因為這個區域人 其實真的很多 生活配套 幸好 它也是比較充足的 好像街市一樣 這裡都有兩個比較大的街市 我現在就進去其中一個街市 看看裡面是什麼畫面 一線那兩段影片 就看到 市面其實比較安靜的 特別是端的那段影片 商場那些都是比較靜靜的 街下不同了 看看街市裡面 人山人海 有幾多人在 基本上看到 每個都是戴口罩的 還有呢 看到加拿大 都發現有些是沒有戴口罩的 那 對於那些沒有戴口罩的人 其實你 有時候真的吹他們的帳 也控制不到他 你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 保護好你自己戴口罩 好看 從5月21日到6月25日 一個多月的時間 廣州和佛山在這波疫情 一共有160多人感染病毒 佛山好像是有十幾個 但是對於這兩個都是千多萬人口 很特別的甚至是 九牛一毛 感染的機率是很小的 但是呢 因為這次的毒 是Delta的變種 傳得比較猛 真的 潛伏其實很短 所以是比較誇張 如果你不理他 去發起身的話 而且廣州 發過一段影片就是 一個 一個 感染病毒的 傳染給另一個 密切接觸者 接觸過他的人 有時就是 接觸過幾秒鐘 他就感染了 你說幾恐怖 所以 佛山就 不要管了 做多些控制 那些 風控的措施 就好像 不說是切斷 港幔的 公共交通 基本上切斷了 還有禁止糖 食 還有出市 即是出到佛山 出省 要那些健康碼 還有 四十八個小時的核酸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 全市大規模的 療痕 不斷不斷不斷 去檢測 去找那些 隱藏的染病 再把接觸過的人 抓起來 去旁邊 慢慢慢慢 一個月左右 疫情 就 斬斷了 疫情 就差不多過去了 佛山就只剩下 五丫口 即是 港佛的交接位 那裡有一個小區 是中峰限定區 但是 基本上 有一個多星期 是沒有新的 檢測 個案出現 市面 都慢慢 回復 疫苗 這個 疫情之下 佛山 這個系列 應該是最後一集 以後應該不會有的 好多謝 各位收看 各位可以點讚 分享這個視頻 和病月報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